如果今天周末初有要到台北车站附近的话 要特别注意一下这边的交通状况 因为这边的路平专案在施工 忠孝西路大规模的封路 而且三线道只变了一线道 而三丑往台北方向的忠孝桥上 车潮更是几乎塞到动弹不得 还有救护车一度就被困在车阵当中 差点耽误了救命时期 长长的车龙一路塞满忠孝桥 过了尖峰时段交通状况还是一样的糟糕 你就要说是已经车到三个玻璃了 像那个车车啊 忠孝西路已经塞到三重去了 忠孝西路一路塞到三重去 就连救命时刻也差点遭到耽搁 因为路平专案忠孝西路封路 已经连续好几个礼拜 三线道变一线道 今天还碰到大游行 公路规模一路延伸到自由广场 情人走路得绕道 开车的人更无奈 这样会不会觉得很不方便 当然啊 是塞的地下来上来 你们塞到哪边 到中校桥 我中校桥上来的 镜头转到明泉西路 一样是塞个不停 有机车骑士为了少班硬是突破重围 而要搭公车的民众也满脸问号 不知道该往哪去 那边很塞车啊 上班会迟到啊 这不是因为封路的原因 应该是 很急是不是 对 台北市政府坦言施工得持续到下个月底 至少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要避免塞在路中间 就选择大众运输或是改道而行 以免尽得去出不来 中天是我们郭先样 许家瑜台北报道